啊 景雲說想問醫師皮膚不好可以吃芒果嗎 到底什麼樣不能吃 而且有人說芒果很毒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誤會芒果了 芒果為什麼人家說會有毒呢 其實有毒的就是他的表皮的那些汁液 他一個堅本二分的成分 常常有些人摸到這些就讓我們皮膚發癢 在吃芒果之前我們把那個芒果適當的做清潔 然後不要太常碰到那些汁液的話 其實他是對皮膚不會有太大影響 等於是說果肉是可以吃的啦 然後很多人是對外皮的那些汁液有過敏 那當然有少部分的人還是吃到芒果 可能會有產生一些徐麻疹 所以這個還是要看每個人的體質喔 那徐麻疹其實真的是一個在夏天 蠻容易發作的一個疾病 那必須說徐麻疹它的原因有很多種 簡單我們可以把它分做是 急性跟慢性的好了 急性就是說有的人是常常吃到什麼錯的東西 或者他接觸到什麼 像是有的人是對剛才講的芒果 甚至有的人是對海鮮 他吃到馬上就急性過敏了 甚至有的人是還有花粉啊 塵蠻啊 那慢性的話就比較偏向是 他的徐麻疹反復發作 如果超過了6個禮拜之後 他就比較偏向是慢性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懷疑他說 可能跟他的抵抗力有一點點關係 或者是他要找出他的壓力啊 作息啊 這一切都有可能影響到他的身體的狀況 而且我們其實簡單來講 可以把它分做是 衝 因為在中醫來講 徐麻疹就跟風有關係 所以我們徐麻疹叫風疹快 那他有可能會風寒啊風熱啊 所以當萬一他有發作 我們可以把照片拍起來 然後給網醫試看 然後我們可以討論看看說 他有沒有遇到什麼東西更常發作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找出相對應的治療方式喔 嗯 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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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